看看這份捲怎麼做 第一條就說,現在有個花樽的定價是420元 然後就以8至出售,Discount of 20% 售價是420x0.8,即是336 成本價是300元 問賺多少?336-300 除300,乘100% 答案是12% 第二條,ABCD是平衡四邊形 E和F就是在AB和CD上的一點 問賺X是多少 其實用底乘高就可以了 6乘X就是平衡四邊的面積 等於8乘3也是平衡四邊的面積 X1就是4 B 第三條,要化解這個expression 分子則有5A乘60 即是A5次方 分母有5A加上,即是5A 5A就是5A1次方 所以就可以用回 同底相除,次方相減,底不變 即是A4次方 分母有一個5 因此答案是C 第四條,在這個圖上, point A 和 dot E 是 parallel 的 這個符號解是平衡的意思 問以下是誰一定對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可以在 C 這個位置 再加一條平衡線 這隻我們知道是 A 啦 下面這隻我們知道其實是 C 因為我們可以用兩次交錯角 而考慮中間這個位置 這三隻角加起來就是 360 度 所以答案就是 D 啦 第五條 現在 A 的坐標就是 負 六 四 大概在這裏 現在 A 就是 reflect 即是反射 About the Y axis to point B 反射過來之後 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這個水平距離會一樣 所以 B 的坐標 就會變成 正 六 四 然後 B 就是 逆時針 逆時針 轉 180 度 沿著 origin 這樣轉過來 就去到 C 所以 C 這個點 其實就是 負 六 負 四 現在找回 C 的 Y 左 標 所以就是 A 負 四 第六條 1 除 A 比 1 除 B 比 1 除 C 是多少 首先我們可以這樣做 1 除 A 比 1 除 B 就是 21 over 12 即是 B 除 A 比 1 除 B 就是 7 除 6 而另一方面 1 除 B over 1 除 C 就是 12 over 14 所以 C 除 B 就是 6 除 7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看 所以這裡是 4 A 比 B 等於 7 比 B 比 A 等於 7 比 4 C 比 B 等於 所以 A 比 B 等於 4 比 7 比 6 所以答案就是 A 第七條 三角形 A, B, C 和 3 角形 Boydor C 是 相似的 即是 這隻的 Angle A 對 旁邊的 Angle B 即是這隻都是 40 度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Triangle ABC 的 B 對方旁邊這個波多斯的 D,即是這個65度 然後,就找回Angle A, B, Dot, 65 加 40 那就 105 所以第七條答案就是 B 第八條 3A減2B是15 A比B是3比2 A乘B是多少 這裡,你可以當A是3K B是2K 它給了Ratio,你就用K method 3乘3K減2乘2K等於15 9K減4K等於15 K就是3 A就是3乘3,即是9 B就是2乘3,即是6 所以AB就是9乘6,即是54 第八條就是DOT 第九條 如果這個Sumutaneous Equation有至少一個Solution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一係 一係Case2 Infinite Many Solution 無限這麼多個 如果是Case1,那又怎樣呢? 我們要細心一點 先收拾一下數字 5X-2Y等於A 另外,負B X加6Y等於負27 5X-2Y等於A 接著,BX-6Y等於27 如果你想要有解釋 BX-2Y等於BX-2Y等於27 BX-2Y等於15 因為如果B等於15 其實你要發覺 左邊都是15 X-6Y 那就會比較麻煩 就會變成取決於A 所以如果B不等於15 基本上就一定有Solution 所以3一定是正確 接著再看看 如果B真的不幸運 就等於15 即是3A等於27 因為如果B等於15 3A又不等於27 這兩條Equation便會有矛盾 所以如果B要是15 A就一定要是9 所以答案就是2和3 如果1有什麼問題 A是8就變成324 15X-6Y等於24 第二條Equation便是15X-6Y等於27 那就有問題 左邊是一樣 右邊是不一樣 那就不可能 所以第一句其實不對 第十條 找回Sanvita加cosvita 也不難計 Sanvita就是 對邊除斜邊 cosvita就是輪邊除斜邊 所以兩者相加 就是31除25 A 第十一條 以下哪句一定對 C A的3次方 再4次方 就是A的3次方 自乘4次 所以就是A的3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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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即是A的12次方 其他的也不正確 如果你代用 例如 A是3 去試才算 你會發現這些都是不正確的 OK 用計數機按都知道 好 第十二條 A大過2B C大過3A 因為B和C是比較 其實不難的 這裡 C除以3就大過A A大過2B 所以C除以3就大過2B C大過6B 因此 十二條多了 十三條 SR 等於QR RS 垂直PS RQ 垂直PQ 均 Q PS 整隻 3個 留意 只有一張 X 現在 留意到 這兩個三個人 是全等的 OK 所以 其實這隻也是X 因此我們可以先解除X X加Q2X加15度 其實就是90度 因為這三個角 1 2 3 加上180度 所以 藍色這兩隻加上就是90度 那你就可以解除X 就是 90-15 就除3 就是25 大家留意 一邊是25 另一邊也是25 所以 QPS 整隻就是50 因此答案 就是DOT 14條 只是考定義 D is a point on point C Such that A dot垂直BC 如果有條線 有一個三個角 其中一個角 拉到垂直線 去對面那條線 的話 這樣畫出來的那條線 就叫做高度H 也就是C Altive 15 在這個三個角 ABC D就畫出來了 A,D就是 Triangle A,B,C的Medium Medium 中線 中線 是什麼呢 連去對面中間的那條線 另外 A dot 等於Boy dot 那有哪句 對呢 Boy C 等於兩個Boy dot 對呀 因為Boy dot等於C 第二 三角形 A,C Doc 是等於三角形 都對的 根據題目給的資料 A dot等於Boy dot 另外Boy dot等於C Doc 所以隔離這個AC Doc 就是等於三角形 第三點 就是這個 是不是一個直角呢 Boy AC的直角 這個比較難 讓我們看看 我當這隻X 那這隻就是2X 另外 這隻 我和綠色筆 這兩隻是一樣的 YY 2X加2Y 就是180度 也就是 第三個都對 B,A,C 都是一個直角 好了 第四條 這個如何計算呢 4加2I 3-I 分子分母 都乘3加I 然後分母就變成 3的Square 加1的Square 本身它都是 減I的Square 但是I的Square 是-1 所以負負得正 OK 如果這裡 你不習慣看那麼快 可以做多一步 減I的Square 分子 4加2I 3加I 12加4I 加6I 加2I 2 3Square 加1 就是10 分子 12加2I 就是-2 4I加6I 就是10I 這邊是10加10I 就是10 10 約減1加I 1加I 1加I 答案就是A 第七條 這條quadrated equation 有兩個equal root 看到這個 root的數目相等 就是說 discrement等於0 所以直接就寫 b square b square -4ac 等於0 k square 等於16 k 等於正4 不要漏 k可以-4 答案就是d 18條 18條 加上α和β 是這條equation的 root 當你翻譯過了這個equation 它的 root是3α和3β 看到這句 你可以找回深圖 alpha加β 就是-b over a 即是正6 a是哪個 x2 的 coefficient alpha乘β 呢 c over a 即是1 現在有兩個新的 root 3α和3β 加上多少 3α加3β 就是3α加β 即是3乘6 即是18 另外 3α乘3β 新的product 就是9αβ 即是9乘1 即是9 所以的equation就是 x2 -sum 加product 可以嗎 因此答案就是b 第19條 這個graph顯示了 y等於x 加h all square 加k h k 都是constant 哪句適合 這裡是非常難的 這個 不是vertex form 真正的vertex form 是x-h all square 加k 如果這裡是加的話 那vertex在這個位置 就是 就是 -h k 可以嗎 -h k 所以 我們看看 a 很容易看 笑口 對 因為open up h是負數正確嗎 我們看看 -h小過0 因為它是在 y axis的左邊 所以h是正數 第二句不對 第三 k是正數對嗎 不對 因為它是在x軸的以下 所以k小過0 第三句也不對 所以 第19條就是a 只有第一句 對 第20條 就是當這個 這個 polygon 這個 突然一下 當這個 is divided by polygon px 這個polygon px其實就是 deviser 被除數就是 這個 OK 除數是未知的 quotient 就是 x-3 remainer 是2 x加1 px 其實可以這樣做 x3次 -2x square -9x 加13 等於 這樣 x-3 -2x 加1 其實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可以先找出 尾數 尾數 尾數是怎麼來的呢 我當尾數是 加c 那麼 constant -3c加1 就要是 13 所以 c 其實就是 -4 OK 所以 這兩個部分 好了 現在剩下 究竟是x-2 加x-4 還是x-2 加2x-4 我們就嘗試 乘開它 譬如說 x-square 加x-4 那我們就乘開它 x3次 減3x-square 加x-square 減3x 減4x 加1 加12 減2x 加1 你會發現是正確的 因為 你會發現 可以組成 左邊和右邊 是一樣的 即是你選對了 x-square 加x-4 就是答案 然後21就是c 21條 找個quotion 直至長隨化 記住這裡 一定要先排出 次方最大的 接著 一直下 最後的concent term 最右邊 這裡 x-square 沒有x的 term 你要加0x 這樣寫 接著 就對回 紅色 除藍色 就會得到 3x 就是3x 3次 加0x-square 加3x 上減下 會得到 1個x-square 減4x 拉一個過來 接著 又對回 紅色 除藍色 就變成 加1 做完 3x加1 remender 多少 我不需要知道 因為它沒有問 OK 好了 第22條 當fx 比x-2 除的時候 原數是多少 又是 直接長隨化 當然 如果你學了 remender theorem 你可以自用remender theorem 或者你自用長隨化 也可以 紅色 除藍色 就變成2x-square 就變成2x-square 2x-3x-4x-square 上減下 留意 深算要很準確 -7-4 即是-3 接著 拉一個下來 -3x-square 除x -3x 加6x 上減下 上減下 出到 -5x加5 最後 再來一次 -5x除x 即是-5 -5乘2 正10 並是-5x至-5x-55 雙減-5 22x-5 結出去 第23條 這份數可以所選擇 所以字幕 günstare 1 over 3-x 加 x over 3-x all square 例如同學會疑惑,為何 x-3 all square 變成 3-x all square 你也會變成兩個括號 每個括號都抽個負出來 兩個負號都抽出來,雙數那麼多的負數抽出來之後 成馬都變成正數,所以就變成 3-x all square 好,到前面這個要怎樣處理呢 你想將 3-x 變成 3-x all square 即是分子分母都乘一個 3-x 不是直接square,是分子分母都乘一個相同的factor 分母相同,分子相加 剩3在分子,23a 24條,以下哪一條直線是跟 x-ky 加 8 等於零是垂直呢 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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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條直線的slope 就是1 over k 而同他垂直的slope 就應該是 -1 over k 即是-k 所以你看看哪條線是-k就可以了 第一條線,這條線的slope 就是1 over k 不對 這條線的slope -1 over k 不對 這條線的slope 正-k 不對 最後這條線的slope -k 不對 24條的答案就是d 接著25條 要找回A的左標 大家發覺麻煩的地方就是k不知是多少 不過你可以找到的 因為它穿過03這一點 所以我們把零色放在一起 y等於x加3 x-3y-1等於0 就解決了 x-2 x-1等於0 -2 x-10等於0 x是-5 解決於x是-5 y就拖2 所以答案是b 26條,以下哪句是對的 1.6循環就不是e-rational number 因為15除以9就是1.6循環 所以15over就是rational,是分數 pi²是rational,不正確 pi是e-rational 所以e-rational number是e-rational number 這個pi是e-rational number,e-rational number也不正確 開方24除開方6是rational正確 開方24除開方6,是開方4,即是2 開方-16乘開方-4,imaginary 這裡是4i,這裡是2i,乘8i²,即是-8 -8是real number,所以d b,就不正確 因此答案 c 27條 好,找回x和y是多少 i乘xi加2 等於1加i乘3-yi x乘i²加2i 等於3-yi加3i-yi² i²-1,所以-1加2i 所以-1加2i -1x,OK 這裡 3加y 然後這裡加3-yi 按多個i 那就對方位了 3-y等於2 所以y等於1 然後另外對方位 x等於3加y -x等於3加y x等於3加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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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4 所以答案就是d 28條 這個graphy等於x²-6x加k 切到2點A和B 找回Mid Point of AB 就是這裡 我當A這點叫做Alpha0 B這點叫做Beta0 中間這個位置就是Alpha加Beta除2 逗號0 好了 你要找的是Alpha加Beta 其實你要找的是這條式 和Y等於0 就是xAx的雙交點 就是同樣的 所以你拍起來之後 有一個一個情況 而這條的情況的底部 正正就是Alpha和Beta 所以Alpha加Beta 其實就是- B over A 就是6 如果 announced Alpha加Beta除2 就是3 因此答案就是C 3 0 第二條條 如果x²-2x-8是fx的factor 問以下誰是正確的 看看吧 這個我們將factor 比乎x-4乘x加2 那我就對回 x-4乘x加2是fx的factor 那就是說 x加2會是它的factor x加2是它的factor沒有的 所以答案只有a只有 第三個條 要找這個shaded region OAB的面積 我們要找的就是 A座標和B座標 A座標不難找 A這點我們叫做世界A0 回到L1 A-0加4等於0 A等於-4 所以 A這點呢 就是-4 0 即是長度就是4 到B這點 X-Y等於-4 x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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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4 x等於-2 y等於-2 B這點呢 其實就是-2 正2 之外 其實高度就是2 底是長4 所以A area 就是 藍色這個4 乘回紅色這個2 再除2 即是4 因此 30條就是B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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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